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接着进行项目实战课程的学习 这节课呢 我们将使用Redux 来管理我们组件中的数据 在开始课程之前呢 首先对上节课的代码 我们做一个优化 打开之前 我们的这个header文件夹下的 index.js 往下来翻 CSS Transition 这样的一个动画组件 它会做一件什么事呢 它会在某一些时刻 自动的向它的内部的 这个NAV设置组件上 增加一些class的样式 这些样式包含什么呢 我们来看 包含 slide,interactive,slide,enter这些东西 所以呢 我们其实应该把这些样式 写在谁的上面呢 写在NAV设置上面 而现在大家打开style.js来看 我是把它写在哪里啊 我是把它写在search wrapper上面 所以呢这样写实际上不够准确 当然这么写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为了代码更加的精悍一些 或者说更加的准确一些 我把这段的代码剪切一下 然后找到NAVsearch 也就是内部的这个要实现动画的组件 我把动画的样式 还是要放到它的身上去 当然你放到它的身上去的时候 前面要加一个end符号 因为这些class和你的这个组件 最外层的这个input框 它是一个同级的管想 保存 我们回到页面下 打开我们的APP 来看一下 没有任何的问题 刷新 都是OK的 我们先做这样的一个优化 然后我们进入这节课程的正式学习之中 我们这节课呢 要做一件事情 大家来看啊 在header这个组件里面 现在我存储了一个数据 叫做focused 我们说过 react在处理小型的这种项目的时候 是完全OK的 但是一旦处理大型项目 react自己是不够的 你必须要使用redux这个框架 帮助你去管理数据 我们这个网站呢 肯定有很多个页面 有很多的功能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使用react 配合redux一起来使用 如果我们使用了redux来管理数据 那么我们这样的页面上的数据呢 尽量都把它放到redux里面去存储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哎 focused只有我header组件去用啊 所以这个数据呢 并不会进行组件之间的传递 所以你没必要用redux啊 你现在是这么想的 但是随着网站越做越复杂 你很难保证这个focus的数据 只被header组件使用 有可能写着写着 其他组件也要用这个数据 这个时候呢 你再去把它放到redux里存储 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以我以前的经验来看 既然我们要用redux 那么所有的数据能存在redux里面 我们就一定要存在redux里面 这样的话在后续的维护性上面 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把这个组件里 我们用到的focus的这个数据 放到redux里面进行存储 我们关闭掉代码 打开我们的控制台 或者说命令行 在这里既然我们要用redux 我们就需要安装两个内容 要addredux 然后我们再去addreact-redux 好 redux是我们说的这个数据框架 react-redux可以方便我们 在react之中使用redux ok 这样的话我们的包就安装好了 然后重启下我们的服务器 ok 然后我们来写我们的代码 我们要用redux 大家想一下那个流程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store 然后页面从store里面去取数据 如果页面想改变store里的数据 它要走一个流程 首先它要派发一个action给store store把action和之前的数据 一起给到reducer reducer结合这个action和之前的数据 返回一个新的数据给到store store更新自己的数据之后 再告诉页面 我的数据被更新了 页面就会自动的跟着联动 它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么我们首先要创建一个store 在src目录下 我们创建一个文件夹叫做store 然后在store里面我们创建一个文件叫做index.js 用它来创建一个store的实力 好 好 怎么创建呢 import create store from redux ok 然后我们说conststore等于create store 在export default store 好 大家还记得吗 之前我说过 在你创建store的时候 一定要传一个reducer给它 因为图书馆管理员这个阿姨 她呢 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处理借书和还书的这个流程 她需要有一个手册来帮助它 这个手册就是我们说的reducer 所以我们import reducer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要用这个reducer 可是现在我们并没有一个reducer 所以在store目录下 我们再创建一个文件叫做reducer.js 好 它呢 会有一个默认值 我们先const default state 等于一个空对象 reducer导出的内容 大家还记得吗 它导出的内容是一个纯函数 所以呢 这是一个函数 而且它要是一个纯函数 纯函数的概念 大家再来复习一下 它呢 给定固定的输入 就一定会有固定的输出 同时不要去有副作用 不要把这个参数给它变化了啊 好 这里头会接受两个参数 state 我们可以在这儿给state一个默认值 还有一个action 默认呢 我们先把这个state返回出去保存 reducer我们就创建好了 store呢 我们要用到reducer 所以我们引入reducer from哪里呢 当前目录下的reducer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就创建了一个store出来 有了store之后呢 我们就要让组件从store里面去取数据 然后向store里面去存数据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首先 我把reducer和store都关闭掉 我们这个创建store的代码已经写好了 我们打开app.js这个文件 整个应用它的入口代码啊 或者说根组件就在这里 那大家记得 这样的一个内容吗 我们首先在这个组件里面 引入store 把刚才我们创建的这个仓库引入进来 你应该引入store下面的index.js 当然index.js你可以省略 然后我们再去引入一个东西 import provider from react-redux 这块内容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react-redux有一个核心的组件 叫做provider 它怎么用呢 我们在app这个render函数里面的最外层 加一个provider标签 把header包裹在里面 然后provider上面我们写一个store 等于store这个变量 它的意思是什么 它的意思是provider里面所有的组件 都有能力去使用store里的数据了 或者反过来翻译 provider把store里的这些数据 都提供给了它内部的这个header组件 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app组件里的最外层啊 加一个provider 把store提供给内部的所有的组件 这样的话 header这些组件呢 才有能力去拿到store里的东西 第二步 我们干什么 我们到header这个组件里 打开header indexer.js 我们说provider把store提供给了我这个组件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想使用store里的数据 你光提供还不行 我还要做一个连接 这个时候 在这个组件里面 我们要import connect from react-redux 好 connect方法就是帮助我们让这个header组件和store建立连接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来看它怎么用 我们说之前我们export default header 现在我们export出去的东西是connect这个方法生成的一个新的组件 connect方法怎么写 大家还记得吗 是这么去写的 首先我要让header和store建立连接 所以呢最后的这个参数 你要把自己的这个header组件名给它填写到这里 它前面呢接收两个映射的方法或者说映射的参数 一个叫做map state to props 一个叫做map dispatch to props 好 这两个东西现在我们没有 我在这写一下 固定写法 好 map state to props 意思是我的这个组件和store做连接的时候store里的数据如何映射到我的props上面 这块呢它会接收state 这个state指的就是store里的所有数据 好 这块我们接收到state之后呢 你还要去return一个对象出去 我们先return一个空 const map dispatch to props 等于state 当然这里大家应该知道就不是state了 dispatch 它的意思是 组件在和store做连接的时候 组件你要改变store里的内容 你就要调用dispatch的方法 那么我们把调用dispatch的方法呢 都写在map dispatch to props里面 这样的话 你的这些方法就有能力调用store.dispatch这个内容了 这个dispatch指的就是store.dispatch那个方法 好了 它呢也要再return一个对象出去 我们先写在这儿保存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上 我们刷新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报了一个错误 我们看一下哪里写错了啊 我们打开app.js 大家可以看到provider这里我写的不对 这个反斜杠应该写在最前面 再保存 我们回过来刷新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现在都是好用的 然后我们接着继续写 关闭掉这里 我们说我们这个header组件里面 之前数据存在哪里呢 存在我这个组件的state里面 现在这些数据都放到store里面去存储 那怎么办 首先我要把state里面的focus的这个数据删除掉 不要它了 那这个数据应该放到哪呢 我们打开store文件夹 有一个reducer.js 这里面呢 defaultstate指的是 我的这个store里面默认的数据都放在这里 那么我希望你有一个默认的数据 就是focus的冒号force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focus的这个数据放到了 redux这个仓库里进行管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再来看 下面你有好多地方都要用这个focus的 那么你就不能从state里面去拿这个focus的 你要从哪拿呢 你要从props里面去拿 但是props里面你要想拿到这个focus的 你该怎么弄呢 我们往下翻 我们找到map state to props 这个映射关系 我们希望啊 把仓库里面的这个focus的 也就是我们store里面reducer这个focus的啊 因为state其实指的就是store里面的这个所有的数据 就是指你创建出的这个所有的数据 那么我们默认的所有的数据里面有一个focus的 所以这里大家看到的这个state.focus的指的是仓库里的focus的 我想把仓库里面focus的这个变量映射到哪呢 映射到我组件的props里面去 映射出来的这个变量的名字叫什么呢 我们也叫focus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store里面的数据映射到我组件的props里面去了 那么在上面我们就可以放心的使用 this.props.focus的 我们把它都替换掉 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用到了这个focus的啊 应该ok了 好改好之后我们保存一下代码 大家来看啊刷新页面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为了测试呢 我们这样去改 我们打开store里面的reducer.gs 把这个false改成true 保存 大家来看啊 这个时候input框就变长了 说明呢 你的store里面的数据和你组件里面的props里面的数据 做的映射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我们再保存一下 再来刷 都是ok的 接着我们继续去改写代码 这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你会有handle input focus和handle input blur 那我们找这两个方法 看它干了一件什么事 它呢 以前是改变state里面的数据 但是现在我的数据根本就不在state里面存放了 所以你这么去写一点e也没有 就要把它干掉 干掉之后呢 我们顺带着把这两个方法直接也都删了 当然上面这个方法都不存在了 你的list的绑定也可以删除掉了 所以constructor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全删掉 然后我们去写啊 当你的search input框啊 去聚焦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要干什么 我们要想清楚这个事 当你聚焦的时候 是不是要改变store里面的focus的这个变量啊 那我们说redux里面的数据想要修改怎么办 必须得走一个流程 干什么 先创建action再给到store 然后再给到reducer返回给store 然后呢 数据发生更新页面跟着变 这是一个套路 我们要把这个套路走一遍 所以大家呢 这个时候可以拿出啊 之前你写的那张纸 继续来看这个套路怎么来做 首先 我们这么去写啊 当你focus的时候 我执行什么呢 this.props.handle input focus 为什么我们要把它放到props里面去呢 因为在下面我们这有一个映射关系 叫做map dispatch to props 当你聚焦的时候 你要去改变store里面的数据 你就要调用store.dispatch方法 那么只有你把这个方法呢 写在map dispatch to props里面 你才能去调用dispatch这个方法 所以呢 我们就这么去写了 this.props.handle input focus 我们要把它放到这里来写 好 console.log 123保存 打开控制台 我们这里啊 聚焦 大家可以看到 123可以输出出来 就说明呢 我们的代码执行正确了 当你呢 聚焦的时候 它就执行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我们把它定义在这里才可以 OK 继续 有了这个方法之后 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改变store里的数据 那么首先我要创建一个 action 等于它里面必须有一个type type的类型我们叫做focus 或者叫search focus OK 然后有了action之后 我们要dispatch这个action 把它发给store 那么store呢 接收到这个action 结合之前的数据 把action和数据一起给到reducer 所以我们再来改reducer 在这里面我们做个判断 if action.type 等于等于等于谁 search focus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search focus 我们就干什么 我们return一个新的对象 这个新的对象里面呢 它的focus的 我们让它等于 tru 因为你聚焦的时候 我要把这个数据改成tru 对吧 好 保存 我们回到页面上 点击 大家看 就可以放大了 但是我一出失焦的时候 它并没有缩回来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回过来继续写代码 打开我们的组件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on blur 我执行的是 handle input blur 这个方法 这个时候呢 我调用 this.props.handle input blur 然后呢 把这个handle input blur 写在这里 因为这个方法 也是要调用dispatch 去派发action的 那么它想改变 store里面的数据 一样的 复制一下 粘贴过来 这个时候 我们叫做search blur 创建一个action 然后呢 去派发action 我们reducer呢 会接收到这个action 在这里面 我们再去写 如果action的类型 等于search blur 我就让它的focus的变成 false 保存 回到页面上 我们刷新 没有任何的问题 通过这节课的代码的编写呢 我们就实现了一个效果 我们把之前组件里的数据移除了 拿到哪里去了呢 拿到了redux这个公共的数据存储框架里面进行存储 好 这个时候大家来看啊 你的这个header组件就变成了一个什么组件 变成了一个无状态组件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原理 它只有一个render函数 那么如果它是一个无状态组件 我们可以怎么写它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header让它等于一个函数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么写 Constheader等于drops 然后我们把中间这些内容 剪切 粘贴到这里 稍等 好 接着呢 我们把这里的this style props都替换成props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干掉这里的this 后面的这个header我们就把它删除掉 OK 这个时候header这个组件就是一个无状态组件了 把一个组件写成无状态组件的好处是 它的性能会比较高 保存 我们回到页面下 再来看它会提示有一点错误 我们看哪里写的错误了 nothing was returned from rendered 好 很简单 原因在于这里 这个函数我们要return这个jsx出去 我们给它做一个缩进 把这个内容做一个返回 保存 再来刷新 没有任何的问题 大家来看啊 好 这个时候它会提示你component被定义了 但是从来没有被使用过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在这里啊 往上我们去翻 我们说这里我们引入了component 但是我们这个无状态组件 创建的时候并没有用到这个component 所以你可以把它去掉就行了 好 当然react你一定不能去掉 大家还记得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组件里面用了jsx的语法 jsx的语法想要正常的运行 必须要react进行编译 所以你这里react是不能删的 写到这儿我们这块的代码就写完了 好 大家第一次去构建项目的这个代码结构 你肯定会觉得比较绕比较麻烦 这节课的内容 大家一定要反复的去敲 因为后面的课程我们会更深入的讲解这块的内容 会引入更多的新的知识点 所以这块一定多敲跟得上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